稍微讲一下这个MapleUtis这个前置塔工具 这个用法 它其实这一个48层是一个屏幕捕捉的一个工具 它将你的一些窗口共享到这个页面当中 然后它会自动生成一条地图的平台线 那我先用这个模拟器去试验 它平台现在原本是这样 在左上角是有小地图的吗 你可以拿去试一下 然后回到窗口 回到窗口 然后它那个位置不太对 所以可以调一下xy轴嘛 先调调上去一点 然后是你可以看下面这条线 这大平台的线 最底下的线 然后再调一下X轴看一下 你看右上角这个位置 如果能够对得上 那应该就没有问题 它最终效果就大概这样 如果就是好像比例不太对 就是整个大矩形要符合 要符合整个窗口 那就可以再调一下 大概就这样子 如果你觉得如果你觉得不对的话 你稍微去调一下那位置 那这条线你就可以去跟着游戏画面 去动 然后你就可以试一下 那建议就是不要开全屏 你在动的时候 它这个 你的角色也是太动了 那这样你就是边动 就看着这个条线去走 这样子 所以这东西还是很好用的 那当然其实方法也不只是一种 你可以说去背一些 背一些长短或者是口诀 或者说如果你那个技能是有一些地面标志的 你也可以在那地图上面试一下 接着它练习的方式 还不还不只是一种 有所运作的 就